不只要求審保佑 獲得藍軍民調第一 還要訪民進黨 毀侯小組來勢洶洶 要求優依 去跟台北 當然發生讓我們非常不甘的事情 做過的事我們都問心無愧 別人的一些建議的話 我都會細心接受 國政如馬 賴院長應該專心在國事上 賴清德也成了毀侯小組成員 批侯友宜曾逮捕鄭南榮 讓侯友宜不攔不律的優勢 立馬被打回原型 目的讓綠軍歸隊 等到6號國民黨人選抵定後 4月中民進黨推人選 接著毀侯小組炮火猛攻 侯友宜副市長 他該須面對的檢驗 他自己應該清楚 而且我認為檢驗才剛開始 據傳民進黨毀侯小組 已經準備許多毀侯資料 將猛攻他房產爭議 甚至還有私得疑慮 企圖打成上屆總統選舉 因買賣軍宅惹異的王如選第二 看中央是不是要給我們 這個青壯世代的人機會 那如果他另外有考慮的話 我認為是應該要徵召 實力最堅強 最有可能勝選的人 最早表態選新北的吳秉睿 在大老闆蘇貞昌鬆口 尊重黨決定後 吳秉睿的最強說 被解讀替自己走下台階 尤其傳出總統 和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 屬於蘇貞昌佔侯友宜 因為黨內最新民調 兩元差距最小 民進黨天王卡位 跟國民黨侯友宜一打二 互咬真出現 同樣攻心劑 這有黃明清理家園 台北報導